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政府把红色和橙色衣服的小朋友们给控制了起来 所谓的控制就是悄悄把他们杀掉 女主角小可爱就是橙色中的一员 她在体检的时候控制住了一身的意识 所以她现在穿的是绿色衣服 安全的生活了好几年后 她才慢慢的暴露出来 因为和小可爱接触过的人发现 她好像没有那么聪明 复查后才发现她是橙色那边的 准备处死她的时候 护士姐姐小美把她揪了出来 原来小美是反抗其中一组织里面的人 她的目标就是救出所有的小朋友 小可爱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另外两个同伴 一个叫小白可以空中遗物 还有一个就是小黑智商超高 他们用电台发现了一个超能力孩子们自己组建的地方 那里欢迎所有有超能力的孩子们 他们来到了营地 那里的老大叫做小金毛 小金毛是总统的儿子 但是在原来她被自己的爸爸折磨的身不如死 一气之下她控制了爸爸的精神 让她进了监狱 其实小金毛的目的就有找到其他的橙色队员 然后通知世界 小可爱一听就不开心了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小金毛让红色队员喷火 袭击小可爱他们 小金毛觉得这还不够 于是控制了一批特警去抓小可爱他们 但是他似乎忘记了小可爱和他有一样的超能力 于是他被反击了 两人就这样不停的控制来控制去 特警叔叔们也是很累了 眼看小黑他们就要被打了 小可爱用超能力控制了开飞机的驾驶员 让他去撞小金毛 然后制造机会逃跑 结果非常不凑巧的是 飞机突然爆炸了 还有小黑突然冲了出来 挡在了小可爱的前面 也看着小黑就要去领盒饭了 小可爱就只能去求助小美了 小美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他们必须要参加反抗集中营组织 还要让小白帮他们进行空中遗物 小金毛和他们算是彻底的开始对战了 小可爱也在万人的瞩目下参加了反集中营组织 未来一期他们的会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第一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